時尚年菜大賞開討了 超過三十間名店 上百道年菜任你選 獨家名店年菜限時開賣 輸入指定折扣碼再響九折 買年菜就到時尚玩家購物網 欸 這裡有個漂亮耶 對啊 根據英國媒體的報導 全亞洲31個城市 評比最便宜的旅遊城市 請賣是第七名 請賣是第七名 連曼谷都沒有入前十喔 好高喔 那曼谷第幾吧 八 曼谷第八 我們台北人 那我們台北第幾 二十 那來欺賣是貴的 來欺賣是貴的 因為這個數據是根據 你三餐費用出一碗 是兩個景點 然後加上你喝啤酒的酒錢 對 所有的東西加起來 然後台北才二十 對 那我們直接從第二十名 來到第七名的地方 我們才不會可以當大爺 我們就是來欺賣當大爺了 我真的太好奇酸肉的味道了 真的 它這只是酸酸的 這很好吃 我喜歡 我要打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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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是豬血棒什麼東西啊 不要怕 不用怕 吃吃看 不要看... 妳都過了 塗xture把它連护扁扁扁扁 food 就過去了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樣的黑衣哥 你的太陽都出來了 好溫暖喔 超級美 超級美 它不只是一個空拍影片的感覺 它是一個4d的 天啊 好美喔 有人說過到青麥必做的十大事情 有一件就是吃金麵 金麵 當大爺就要吃金麵 對 這家金麵很特別 其實你看我們剛剛走來的 這一條路上 有很多都是在賣這個咖哩麵的 可是這一家算是歷史比較悠久的 離開了四十幾年的一家老店 我們可以進來吃吃看 沒錯 很香喔 對 真的很香耶 每次你看那個味道 就一直刺激那個咖哩的味道 對 很開胃這樣子 而且剛剛看到它的麵 其實很特別 你看我們上面撒的是它 所謂的金麵炸過的 然後感覺應該是像出醬包嗎 因為它下面還有一層 就是我們一般的麵 就是我們一般的麵 金南麵 這個炸過真的有點像這個鍋燒一麵 對啊 所以我覺得妳吃啊 不是... 吃吃看看 就是單吃 胡椒麵 是你的老朋友嗎 但是金鯊皮口味的多到一點 就是它炸的麵感覺 而且它蠻像的耶 它口感更加濕一點 我覺得我沒有吃過這種 我看不到的味道 因為畢竟我們在台灣吃這種 兩種滾麵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會吃比較輕的湯頭 可是這個湯頭是非常濃郁的 濃郁 你看 對 它其實就是很吸湯 但用這種麵條 我覺得也蠻搭的 然後再加上因為我覺得 它沒有像泰式那麼的酸辣 這樣講得越來越少 對 它畢竟從雲南那邊過來的話 這個用的所謂的 這種南洋風味道比較甜 咖哩啊 然後跟椰醬的這種 這種味道非常明顯 我是真的很怕辣的人 可是我剛剛吃這個 我會忍不住這個味道 因為它就是有一種 很濃郁的香味 在你嘴巴裡面 處理不會繼續吃下去 或者是我如果過一陣子 我還是會想要吃的 而且他們這裡很特別是 還有這個小碟子 這裡有這個雲南的泡菜 聽說大家都是不會這樣 把它加一點刺濃郁的嗎 配得不吃的 對... 然後 檸檬 超好吃的 沒有 講到就是那個米子鮮 它看起來像是那種辣的那種 結果它是酸菜 超搭的耶 這個酸菜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超像我們台灣在包 掛包裡面的酸菜 那你要不要加一點糖 我想加耶 我想知道為什麼要加什麼 我其實不知道 因為我每次我糖米 它都會就是在裡面 加這麼一大匙 這麼多 好 你加一加... 它會有這麼多糖在裡面 適合 我決定 你看我去煎麵 然後加糖 因為我覺得它的辣味 被消除掉了 然後它的湯頭變成一種 酸酸甜甜的滋味 好吃耶 不辣了 不辣了 跟剛剛味道完全不一樣耶 變成別的麵 但是很好吃 這邊有一個湯耶 原來的味道 這個是豬 牛尾湯 對 牛尾湯 對 它是蠻清的湯 然後牛尾是那種燉得軟軟的 它的湯的味道 牛尾湯有一點 是蠻酸的 酸耶 這是白東央凍的味道 可是它的牛肉也很好吃喔 不可以以為在吃豬腳耶 都是膠質類的 膠質類的 對 超Q彈的啦 女生可以啦 對 兩眼神 外面還有這個沙爹串 對 沙爹串 它這個也是相當很濃郁的 因為每一家的沙爹 其實就跟台灣的串燒一樣 就是每一家的調料不同 蜜豬不同 然後烤的熟度也不同 它這個剛剛來的時候我就來看 它其實是很香的 它這個有點沙爹加豬身醬甜甜 這種特殊的這種奶油 光外就不辣 這個醬好吃到我想要拌不拌 可以啊 好吃 所以想好你的那個羊肉 香肉飯也是它的一個特產 它上面那個是油蔥酥 油蔥對不對 非常的香 其實蠻不錯的 跟我想像這個香料飯不太一樣耶 因為它居然是走油蔥酥 而且你的那個油蔥酥是甜的 對啊 它很像我們吃蠟粿上面那個油蔥酥耶 但它是甜的 甜的 我覺得來這邊 就要有心理準備 你可以先吃一碗筋麵 然後也要吃一份沙爹 然後也要吃一份香料飯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 其實準備好了 而且我覺得在這邊吃東西 都會有一種感覺是 你越吃越越餓 對 因為你們一直開胃 我看得出來 好開胃喔 然後開胃了以後你就覺得 我想下一個我也想吃 然後試了之後你會覺得 那下一個我會想吃 這個時候就是要一群好朋友 一起吃 對 大家可以肯定 大家可以一起吃 下次請買的時候可以來看一下 企業家當地的感覺 然後尤其像這種吃這種東西 隨著你自己喜歡的口味 自己搗得 加點辣椒 加點辣椒 其實每一碗都是不一樣的 可以去探索一下這個味覺 對 一分後會的 沒錯 要當大爺就是要到 有錢人避暑的地方來度假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是美甘蟲 美甘蟲 它其實是就是 大家如果說在夏天的時候 想要來避暑 因為避暑它山上 一千三百多 我聽說這個地方的高度 來到這裡就涼涼的感覺 對 而且它就很原始 然後完全就是那種 你知道一樣都在泰國 但是我就覺得好像真的來到一個 什麼度假勝地的那種感覺 有... 整個心情都放鬆了 因為這裡的氛圍 就是很清爽 很舒適 而且這邊的環境 是沒有被破壞的 它是原始的 它甚至在這裡的耕種 都是不可以放農藥的 不可以撒農藥 所以如果說在這裡吃的東西 全部都是最有機種的 最天然的 對 身體最好的 這裡很漂亮耶 對啊 這個點其實算是它這一條街裡面 一個打卡點 我們剛剛在那邊等這個排隊 拍照等很久 因為大家都要來拍這個 這一條街就是這裡的 算是小吃一條街啦 對 也沒錯 有很多吃的逛的 然後咖啡廳餐廳都在這裡 而且很多耶 每一家我們就到處看看 想吃什麼 大家吃什麼這樣 我一直聞到一個那種燒烤的香味 我覺得那個那種香料的味道 對 到底是哪一家 應該是前面 前面有的 它燒烤的 有啦 這個... 香味就從這裡來 好香喔 好香喔 台北香腸對不對 我們那個 台北香腸 老朋友 我小... 你好... 我很好奇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剛才他們有說 是他們在這個村落裡面 都會吃的一個叫酸肉的東西 酸肉 對 他們用酸肉 然後把它包在一起 我覺得蠻好奇 而且很妙 它是用那個葉子 當成它的一個容器 然後燒烤進去 天然的香水 剛剛還沒有吃 而且這個好好看 你看那個油脂一直滴下去 香腸那麼油脂 它這個邊邊超脆的耶 對啊 不得了... 好 它直接就先戳給我們吃耶 嗯 超有味道的 超級有味道 真的 我們平常吃的台北香腸 其實它的香料味跟薑味 不會那麼重 但是我比例非常的高 我剛剛講說是因為我上了山 我現在感官全開嗎 我現在覺得它每一個香料的味道 都特別明顯耶 對 因為你看它其實蠻麵裡面 幾乎我覺得90%都是香料 然後肉就10%而已 所以你吃進去都是那個 炭烤的那個香腥 然後還有它香料的味道 而且它的皮好脆喔 好香喔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香腸 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它的肉沒有那麼紮實 它比較有點像我們在台灣 吃餡餅裡面的那種肉 只是加了很多香料 中中蠻辣的 對 但有點辣 對 有點辣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們進去裡面找個位置 對 我們來吃這個酸肉 對 這人好多喔 我回去買飲料 我等一下要喝飲料被辣到了 買一桌 我真的太好奇酸肉的味道了 真的 而且你已經包好蒜頭了 對 因為剛剛聽說是可以 加蒜頭或者是加辣的 對 這真的是蠻家常的 就是說好像真的是 一定是當地人家裡 才吃得到的種味道 其實這個地方很多人 他們是穿什麼東西 就坐飛機 還為了來這邊就是放鬆一下 來了 我又卡住 旁邊 我又卡住了 我真的太好奇酸肉的味道了 真的 而且你已經包好蒜頭了 對 因為剛剛聽說是可以 加蒜頭或者是加辣椒 但辣椒我不敢 我就加一點蒜頭吧 它裡面感覺像三層肉 就有肥的 然後有瘦的 它把它剁碎碎的感覺 然後這是洋蔥嗎 還是豬皮啊 你吃吃看 好 那我就把它搭碎回去 它這個是酸酸的 它有點像是德式的那種 酸菜的酸菜 我知道 在德國豬腳旁邊 會有的酸菜嗎 對 它很像德國豬腳的酸菜 加德國豬腳的膠質的味道 這個好好吃 我喜歡 因為它的膠質更濃郁了一點 對 而且它的口感有點像台灣那種 我們吃菲阿爸的那種肉感 但是它又加了豬皮的那種 膠質感 就是其實蠻會 你就可以吃起來QQ的 然後又有肉的嚼勁 然後可以配這糯米飯 但我剛好跟他要了這個辣椒 請告訴我 有幾顆辣 幾顆 它是不是是青辣椒 不辣 因為它是青辣椒吧對不對 有點像墨西哥辣椒剁碎的 它的酸的程度占比較多 對 但不是什麼辣 但是最後會有一點辣的香氣出來 它們有蠻搭的耶 是搭的 是搭的... 還有一個蒸蛋 你可以吃看看 這個小船 它裡面其實是蒸蛋嗎 我們來試試 好酷喔 它是甜的嗎 還是鹹的啊 它上面的醬油是日式的醬油 極鮮味露的味道 然後下面的蒸蛋好嫩喔 這很好吃耶 然後椒味又有點像 韓式蒸蛋的椒味 對 而且因為它用這個葉子烤啊 那個邊邊的地方 你覺得還是可以吃到一點 葉子的香氣 它下面其實是整個都焦了 所以它這個啊 是真的把那個香味帶上來 有 有點像是吃韓國料理 旁邊有一圈的烤蛋這樣 就是會像這樣很嫩 很好吃耶 這家蠻有特色的 我喜歡這個 然後再加這個醬油 而且聲音都不錯 有不好 而且聲音不錯 但我個人是最喜歡做香菜 因為我覺得它香菜會很重 然後香料會很重 都是很有特色的店家 真的可以找到人家 就是直接坐下來吃 沒錯 我剛剛一直在做那個它烤芭蕉 妳是捏捏的烤芭蕉 對 我本來以為它是那種 連皮烤啊 然後再抹開的那一種 結果不是 它是刺螺螺的 像烤芭蕉或香腸有沒有 對啊 而且阿伯剛剛捏了一下它 讓我覺得它是麻糬 好可愛喔 好像很像一樣 感覺它就是麵包 是地瓜 是地瓜 地瓜 它真的有種地瓜的感覺 它這個厚皮地瓜的感覺 好像地瓜 而且我覺得它好像因為 它烤芭蕉會更噴甜了一點 更香甜了一點 看到這麼可愛的村莊 我們現在要來建這個 村莊的靈魂熱誤 真的 它就是這邊的神啦 這邊的神 就不在它這個村莊 還得以保留得這麼好 但是... 是村長嗎 對 但是要建它之前 我們要先... 先經歷過一段好漢朋友 對 我們要先到它家 這個看起來很長又很陡 我們先爬上去 好... 早上聊一下 好 這不講我還以為是來到 某個森林公園呢 對 而且今天要爬山 怎麼沒有跟我們說咧 爬山要講的啊 而且這邊都是樹屋耶 妳有發現嗎 對 全部都是樹屋耶 好酷喔 蓋在樹上的 好 到了... 村長 這是村長嗎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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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這邊 很漂亮耶 不愧是村長家 這裡的景色是一等一的美 好漂亮喔 天啊 這真的太美 好療癒 你看那邊 這個不就是大家童年的夢想嗎 對不對 就是有一個就是樹屋 天啊 好像頭髮不濕喔 對啊 是什麼... 我們還有一道菜 哇 太棒了 我們現在就是在村長家 是的 所以現在桌上放的 就是村長家的家常菜 而且其實這邊是一個很... 算是登山聖地啦 但是在我們所在這個區域 對面那個山頭 就是以前少數民族 他們都會在那邊種鴉片 什麼 這叫它鴉片山 所以大家就爬完山 其實就是會找個地方休息一下 然後這邊就很適 然後吃一些家常的在五個而已 真的耶 妳們要先吃什麼 這個很好吃 它是涼拌對不對 對 它是一個涼拌餐 因為這邊以前有種茶嘛 然後就是可能有茶葉 跟一些香料 直接拌茶葉嗎 這個是茶葉嗎 有豬皮 然後這個草 我們來吃吃看這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吃起來是覺得 它有加的豬皮口感也香香脆脆 但是這個葉子 它有一個特別的那種葉味 我覺得是耶 是茶葉本人嗎 不是 它還沒烘個茶葉本人 還沒變成茶葉的那個茶 新鮮的茶葉 因為其實這地方 還會有一個茶樹的味道 但它是清香的 葉子算是取比較嫩葉的地方 所以其實吃起來沒有那種有些茶葉 色色的那種 色色的那種 沒有 滿特別的耶 那種開胃的 原來他們的平常的家常菜就是這樣 就是隨地自己有種的茶葉 然後把它切一切 然後加入他們的特色醬汁 就變成一道家常菜 特色菜 對 這有什麼 這個是咖哩豬肉 但是又是三層肉 我們一般台灣吃這種ROBA的這個 是我們的ROBA耶 真的耶 果然是家常菜 超香 這感覺超下飯的 這個咖哩好吃喔 不是很辣嗎 我剛剛真的以為會辣 結果吃下去完全放心 那個薑味蠻重的 其實你們這樣看它的肉啊 你們會覺得有點硬對不對 可是其實真的不會 因為咬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直接在嘴巴裡面就化開了 而且它肥肉的地方很好吃耶 你會覺得還蠻好吃的 對 這個 它其實已經燉到肥而不爛 對 它是Q的 然後肉質也不採 蠻好吃的 這個蠻適合不吃辣的人可以吃 小朋友會喜歡 小朋友也可以吃 就是偏日式那種 蔬果比較多的那種咖哩 然後但是它又帶一點 南洋風味的香料 這個不錯喔 這是湯嗎 這是香料雞湯 它喝起來跟它看起來完全不一樣 它好適合配飯吃的喔 然後它有很香料的味道 但是它有一個奶油嗎 還是一個什麼的 就是那種很香滑的味道 你們有去過北海道嗎 有 有吃過湯咖哩 其實它有一種湯咖哩的概念 就是說香料的味型跟整個 但是它做得比較湯湯水 其實這個不管 我就拿來配飯 或是配一些冬粉配麵 其實應該都是蠻道地蠻搭配的 它冬粉進去會很好吃 就加冬粉或是這邊比較濕的米粉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這邊的菜 除了這個比較重之外 這兩道其實都 其實不敢吃辣的人都可以 大送都可以結實 而且都是一種 我們比較不熟悉的泰國菜 不是我們比較知道的 它真的是滿家常 就是說好像真的是 一定是當地人家裡才吃得到這種味道 我覺得這是比較讓我覺得 來到這邊的這個感受的問題 大家可以來這邊體驗 其實這個地方我覺得 我覺得甚至很多人他們是 專程從浪泥就坐飛機 然後過來為了來這邊 就是放鬆一下 你知道嗎 是真的我覺得是一個很棒 必來的地方 很療癒心靈的一個聖地的感覺 其實村長他這個理念 是真的滿好 是他在這邊已經想要把這個 村落保持這種沿水的狀態 已經60年了 因為他覺得要保護這邊的環境 所以其實他不想要讓外面的財團 或者是什麼度假村蓋在這邊 他也是希望說大家來到這邊 還是能感受到 可能60年前大家是怎麼樣生活 現在大家也怎麼樣的這種 生活環境 原始環境這樣子 然後再吃一些這種 很道地的家常菜 所以剛剛我們就開玩家說 今天為什麼我們在那個時候 村長是神啊 就是因為那個精神領袖其實就是這樣子 真的 因為有他的堅持 我們才可以看到這個 對 吃原始的生態 然後吃這些食物 太棒了 風景越來越好 有沒有 直接給他合 可以上來二樓不一樣喔 有種來到河岸邊的那種 對 牛仔的感覺對不對 水景的厲害 有... 這一個是一間很棒的 總統套房 是要來當大爺的耶 當大爺就交出總統套房了 歡迎各位來參觀我家 它這邊空間真的很大 然後又有一個很大的客廳 重點是這個客廳就是可以看到 這個合景 而且這邊很窗房 還滿其實真的 滿泰國的這種 皇室的這種風格 你們看上面 它其實是有一點像是那種 屋頂有挑高 所以它空間感非常的大 我看一下房間要不要 我好喜歡這種木頭的 就是出國就是做這種 就會覺得這樣很... 太誇張了 我剛剛以為就只有這樣而已 我以為是房間就這樣 這也太可愛了 不是這樣的 大象 好可愛喔 既愛心之後 我們都折成大象不容易 大象輕輕 你是一個人住這裡嗎 沒有 沒有... 這是我跟妮莎住的 沒有... 不好意思 大文先不住 大文是管家 我們在兩杯咖啡過來 不想要告狀 兩杯咖啡 姐 我想要告狀 而且不知道是怎麼的 不是啦 這是我們叫你的時候 就是這樣 妳在變大聲 我都不會出現 沒有耶 要成為大爺就要成為 最強的男人 我們來泰國竟然做了一項 這麼有意義的運動 真的 因為其實泰拳在這個世界上 是非常有名的武術啦 是 沒錯 我覺得我們要當大爺 一定要好好體驗 而且體驗也要體驗最好的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的這個是 波球村 波球村 對 那其實後面這個 各位大哥呢 他就是非常厲害的 世界冠軍 然後這邊我們今天來這個拳場 是他習武練習的地方 我沒想到你們這麼狠 我們走吧 為自己爭光 YA YES CALL YOU CAN 往前的話是前腳先往前 這樣子站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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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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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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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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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大闻台北 李毅 from Taiwan 台北 李毅 from Taiwan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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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to feel it We need to know We need to know Vsat mistake We need to know We need to know 終了啦 好累喔 這場的三分鐘 鬥志在哪裡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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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分鐘也太長了吧 快 你覺得我們三個誰打得最好 這邊 你要這樣子 出門... 別太練習了 你害怕我 不會是我 我打他 耐打 耐打 因為耐打 耐打 教練是認真的 他只有在最後的時候 才稍微收點力 但是我真的是沒辦法控制自己 就這樣被摔出去了 好可怕喔 我剛剛打一打發現 他沒有教我們防側的拳的方法 因為你都一直任由他走 但是我有一直在躲他的拳 那是1 會不會吃太多 你覺得那是1 我想說那是誰 對昆虫拿走了 昆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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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了 太經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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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當大爺呢 當然就是要享受一個豪華的下午茶 對 有沒有覺得 這裡特別的有情調 好漂亮喔 他以前是一個一過領事館 然後後來他們飯店買下來之後 就變成正面非常有名的一個下午茶 所以下午茶是英式的下午茶 是因為這樣 英式下午茶超讚耶 重點是其實 你知道嗎 我們自己都是藝人 然後很多巨星都來過 所以說 中文法 摸布選擇 這是小虎大哥這種人 對 他說要吃了五十年 對 我們說 一個東西可以吃五十年 那我們一定要來吃吃看 他是豬血飯什麼東西啊 不要怕 不要怕 吃吃看 一 二 三 不要看 閉嘴眼睛 閉嘴眼睛就過去了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 下午茶是英式的下午茶 對 英式下午茶超讚耶 對 而且重點是 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自己都是藝人 然後很多巨星都來過 譬如說 周仁八 郭富城 劉仁八 然後我們自己演藝圈的前輩 就是 他在那邊結婚的 對 然後還有錦華 錦華還滿常來這邊的這樣子 來... 先看看 當大爺囉 太棒了 這如果外面沒有這麼多台攝影機 我就可以坐好幾個小時 你其實也可以啊 你還是可以喔 你還是可以 不行 我們還是有拍攝 我們回來這裡好不好 還是你等一下你就在這裡睡 感覺這裡蠻好睡的 對 而且不會晒傷耶 而且你不覺得那個風吹進來 因為這裡其實算是一個 很多地方都可以有風吹進來的 穿堂的感覺 對 然後你坐在這裡 就覺得不會有那種悶悶的 它沒有冷氣喔 可是你不會覺得熱 好舒服喔 瞬間講話想要變很慢很慢 我們要問 我們是高貴 OK 那個大爺 哪一個呢 好 那我們就先選Score好了 Score Score 你看它有粉耶 上面有... 對 它的口味是不一樣的 這Score好好吃喔 真的喔 它不加奶油的時候 其實裡面水分就已經很夠了 然後好香... 那個蛋香 這Score超好吃的 非常真實的隱私Score Score Score的時候會很容易很乾 然後它這個是非常鬆軟的感覺 而且它麵粉香很香 對 好香的 真的會有讓人家想變溫柔的感覺 對... 吃了一口之後 溫柔的聞 而且它的奶油不是那種甜的奶油 它是那種有點鹹鹹的 然後很有聲韻的感覺 很怕的喔 你讓整個人都不一樣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很神奇耶 好耐吃喔 你一直咀嚼它 你就會每一口就更愛它一口 這好酷喔 這裡面是奶油包魔鬼 魔鬼 我的也是 我的也是奶油跟魔鬼 只是我的是沒有炸過的 我的是生的 這很好吃耶 對 是 這如果你是喜歡吃那個 美式餐廳那個炸起司條 它給你另一種感覺 口感有點像 但是它裡面有肉 然後有奶油 然後其實沒有那麼多 神聖的一刻 各位觀眾 最大爺的來了 它中間是燻鮭魚 對 中間是燻鮭魚 然後用兩片那種比較乾的麵包 對 夾著之後上面 剛剛是魚子醬嗎 是魚子醬本人 好 我要把它一口咬下來 你可能說這裡對麵包 非常的講究 它的麵包的那個 巷筆味道非常的香 然後很薄醜 對 因為下午就是點一個醬 然後跟另外一半好像還滿幸福的 或是跟姊妹 也可以跟姊妹討吧 也可以跟姊妹她不好意思 會吧 姊妹她還可以 下午茶大家已經覺得很棒了對不對 其實另外等一下我們還要去個地方 那個是為我自己蒙福利 對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酒吧非常漂亮 這裡 對...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去酒吧看一下 驗一下不同於下午沖的這種感覺 我們現在就在英國領事館裡 對 然後現在這個裡面已經變成一個酒吧了 所以我們剛剛在下面其實有下午茶 然後現在是下午的時間 也可以選擇在裡面的酒吧 下午酒 下午酒 一路派對到晚上 所以在白天的時候喝酒 好像真的有符合我們這次的主題 真正的大爺 是從下午就開始喝了 對 外面很多人很秀 就是在泳池看 你可以就是來這裡 就是點酒然後去泳池旁邊喝 對 好喝喔 很舒服喔 很舒服喔 渡假 真的 好漂亮 而且你看那個氣泡下去之後 它那個煙會再冒出來 這杯酒啊 你必須得在這裡看著它做 對 真的不一樣耶 好美喔 這樣喝下去的時候不明顯 但是你喝到後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你嘴巴裡面 都是薑的味道 反而會有一種很暖和的感覺 很特別的意思 對啊 來喔 來喔 還有一種當大爺的方法 是 就是你想吃什麼 你就點什麼 點到爆 直接點到爆 沒錯 所以這邊是一個這個 這附近很傳統的一個小食物 對 以前因為這邊是菇菜場 對 所以他們很多這種 所謂的內葬美食 然後這邊產生這樣 就不容易了 然後這個是導遊大哥介紹的感覺 對 他說要吃了50年 對 我們會來這裡吃 主要是因為導遊大哥 超級力推 對 他從50年那裡想說 一個東西可以吃50年 那我們一定要來試試看 真的喔 而且我發現 剛剛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有很多人陸續來買 都是當地人 對 當地人 或者是騎摩托車過來買 對 內行的店 真正最Local的泰國味 沒錯 有烤有炸 我們都點點看 全部都點 點起來當大爺了 滿漢全餐 全部都來 中文聽得懂嗎 沒有 滿滿一桌大爺來了 配料料理 我們真的是什麼都點了一天 可是今天還有一個厲害的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 我第一次與他見面的豬血 它是豬血拌什麼東西啊 豬血 炸米粉嘛 對 像是炸米粉 起因是因為我們就是 眼睛都不眨全部點了 所以他也一起進來了 導致也要試試看 不過我們真的賣冬瓜 不要怕 我們可以嗎 不用怕 吃吃看 那是賣一半嗎 我看的也太徹底了 那不會是 我們要先吃這一個吧 那我們先吃這個 好像要趁著 好... 新鮮 新鮮來吃 來吃 豬高渣的 來啊... 1 2 3 它看起來就要吃起來 完全不一樣 它吃起來很像甜甜的 甜的 對 不會有那種血的感覺 它就是有一個香料 然後是一個醬汁 去拌那個炸過的米粉 我覺得你們以前小時候 有沒有吃過那種血紅色的魷魚 就是那種魚乾 一大塊的那個有點辣辣的 它有點辣辣的 你吃它裡面的這個肉 超像那個 因為它裡面還有甜甜的味道 其實是很像的 是一種醬汁的感覺 對 你絕對可以嘗試 我們不會騙你的 沒有 你就拌 你拿那個肉汁啊 它長得比較 麵餓 新鮮一點 對 我第一次看裡面有辣 因為這些真的都不會 是我想吃的東西 這一塊啦 這一塊 老實講 這怎麼怕 你多怕 吃啦 不要看... 閉嘴眼睛 閉嘴眼睛就過去了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一個 它會有那種很可怕的感覺 而且不會有吃味 對 真的沒有吃味 它看起來跟它吃的真的很好 其實就甜甜的 它就很好吃 果然太老 原來豬蟹吃這種感覺 謝謝貴 我都蠻好喝的喔 對 可以 好 我們繼續吃 我現在想要吃這個 這個 對 炸的大腸 炸的大腸 等一下 我剛剛把它摺下去的時候 它超爆脆耶 它是這樣子硬硬的 有沒有 好硬硬脆耶 這個蝦蝦 你沾太多了 它味道超臭 我現在手太重了吧 而且是好吃的 很好吃的蝦醬 很好吃的蝦醬 等一下 你剛剛那個戰具我嚇一跳 它乾脆耶 我知道為什麼 剛剛老爺先生有跟我們做 這個蝦醬不只是蝦醬 它裡面有加那個茄子 而且是這種圓形的茄子 很鮮很鮮 對 所以它是有個鮮甜的味道 對 但是中和調蝦醬本身比較容易的味道 除了醬很厲害之外 我必須誇獎一下這個 太好吃了 就是說相當堅強的一個大腸 它真的就是可以用來敲鑼打鼓這樣 好香 超好吃 它有味道嗎 我覺得其實很香 它本身就是這種炸脆脆的味道 你會喜歡 像雞皮 炸雞皮 對 這個整盤可以耶 這個 它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調味 主要是可以讓我們沾這些醬料汁 怕吃大腸的人其實是怕說 它裡面有一個可能那個 油脂 內臟的味道 對 因為它這個就像林沙講 其實它已經炸得很像雞皮 雞皮 它吃起來就是皮的味道比較重 內臟的味道反而沒有那麼重 所以就是喜歡脆口的 我覺得是OK OK 下一個 炸粉腸 它很像炸的耶 可是它外面也不是脆的 它是軟軟嫩嫩的 而且裡面粉腸的那個粉 保留得非常的脂質 你咬下去 它整個裡面的粉腸爆炸出來 是香的 所以吃到後面 有內臟的甘甜味跑出來 有 它真的很新鮮耶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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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喜歡吃內臟的啊 就來到 請問想要體驗一下 因為其實這我覺得台灣 吃不到這味道 真的吃不到 可以試試看 好棒 所以當大爺可以試試看 而且當大爺你想吃幾盤 你又吃幾盤 好棒 整個要練爆炸 接下來有擠到我了 好 來 很爽脆 而且有在出菜的甜味 而且內臟的味道會結合在一起 這個 可以 雞爪 我以為妳忘記了 我以為妳忘記了 對啊 還要走到什麼時候 我以為就忘了 雞爪 好啦 開學雞的吃 不是沒有吃過啊 對啊 怕什麼怕 太大快了 雞爪歐不代 對啊 對啊 豬腦玉子超 那大家看一下它的麵切面 欸 真的很像烘蛋耶 是不是 它切下去的感覺 其實有點像胡乳的感覺 豆胡乳 我嘗一下 它是不是會辣辣的 因為我不喜歡 看到辣椒這個嚼 不會 它全部的味道 都是來振興香料 其實有點像是那個 泰北香腸裡面的那個味道 或者是烘蛋 你說口感嗎 對 口感很像烘蛋 口感很像烘蛋 然後它加那種辛香料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烘蛋的感覺 對 是這樣 這個其實還滿健康的耶 這還滿多吃耶 這樣告訴爸爸媽媽 我們跟泰國適應了 在我們練好 我們長大了 不用擔心 什麼東西我們都可以 我們今天會回 回來西邁看你們的 所以我們留在這裡 我們會先留在這裡 我們已經突破了自己了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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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點多就起來集合 然後 你是三點半起床 然後現在六點 在這邊 對 一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的狀態 超難動了嗎 太美了對不對 各類的 因為我剛剛在水庫上面的時候 真的覺得太美了 對 感受不到眼淚流下來 真的 我剛剛發現是我們三個人 一起在那個水庫 我們命牌在上面耶 對 而且這裡真的不可憐 因為你是可以看到 你們腳下面 全部都是騰空的 這已經不是360度 應該是 這是全世界 沒錯 3D的喔 太值得了 什麼 腰腰手機也能抽獎 什麼 吃都玩了都比加 沒錯... 下載食尚玩家APP 不管吃的喝的玩的 所有好康資訊 通通整理給你 現在還有獨家優惠卡 讓你走到哪裡 優惠到哪裡 還能隨時隨地收看節目 隨時重溫歡笑和感動 現在就趕快再載食尚玩家APP 這是什麼... 不是啊 很漂亮耶 我今天4點多就起來集合 然後... 你是3點半起床 然後現在6點在這邊 對 到底要做什麼一個 因為這邊是全泰國唯一可以搭 滑翔一根熱氣球的地方 整個泰國嗎 對 我們要來一些高空的活動 當然啊 而且我們這一次第一次出國 我們就是來當大爺的 所以這一次幫我們找這個地方 真的是獨一無二的好不好 對 你看 熱氣球已經在等我們了 熱氣球我來了 也是我第一次搭熱氣球的 大爺 吹起來了 你看 這個氣球很大耶 很大 很大 超超級大 但它現在像章魚哥 這個這樣子有五層樓高吧 有沒有 有吧 我們起來了 我們起飛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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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刺激喔 好舒服喔 好漂亮喔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耶 太陽都出來了 好溫暖喔 超級美 超級美的 可是很誇張的那一種 就是如果你沒有站在上面 你完全沒有辦法體會 因為完全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 它不只是一個空拍影片的感覺 它是一個4D的感受 包括我們現在吹到了風 然後我們聽到了這環境的聲音 天啊 好美喔 我覺得這裡超特別的耶 因為平常我們搭熱氣球的時候 你的身邊一定會有超級多熱氣球 但是我覺得這裡很特別的是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 你看喔 你整個四周喔 就只有我們 沒有其他的熱氣球 然後天啊 這整片天 整片天都是我們的 真的是獨享了這一切耶 那霧氣漸漸的散去 超美的 現在好像仙境喔 你看那邊... 超像仙境 太美了 像我們這種大眼啊 非常窮 看到太陽就要戴太陽眼鏡 專業大眼 我們現在要玩動力飛行賽 這個我也沒玩過 我也沒玩過 真的 又是第一次了 對啊 好酷喔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我們一下熱氣球 就可以直接來玩這個 真的 算是一整個套裝行程 它載我們到這裡啦 對 刺激的 這真的刺激了 真的刺激的喔 來喔 走 出發 這個很安全耶 因為我就是坐在一個椅子上 然後又有安全帶 而且不是我自己操作 後面是有教練 可以照顧我的狀態 很緊張耶... 很緊張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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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出發了 而且它突然就衝出去 我該不會也突然衝出去吧 看一下 OK OK 現在我們看大文喔 大文喔 大文喔 等一下換我了 因為他兩台兩台出去 OK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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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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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超好玩的 我必須要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狀態 太感動了嗎 太美了對不對 熱淚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在水庫上面的時候 真的覺得太美了 對 我感動到眼淚流下來 真的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剛剛我們坐熱氣球的時候 反而沒有到水庫的上面去 我剛剛發現是我們三個人 一起在那個水庫上面 我們並排在上面耶 對 而且這裡真的很特別 因為你是可以看到你的腳下面 全部都是騰空的 這已經不是360度 我們應該是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 沒錯 太值得了 好啦 不要哭了 我們去吃早餐 我剛剛有一種 騰雲架物的感覺 對 然後我的腳 是完全可以踩在雲上面 很像妳有時候做夢 自己在飛的那種感覺 對…就是覺得 它竟然可以飛在雲上 是飛機才做得到的事情耶 我們現在就是飛機本人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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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公子 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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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在早上這麼早 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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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是新教練 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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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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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值得 謝謝 值得啦 一切都值得 好酷喔 好酷喔